前两天市民王先生遇到一件烦心事 自己新买的桌子被偷走了 被偷以后呢 王先生又重新订了个新桌子 结果没成想呢 又被偷走了 那么前一人究竟是谁 为什么会打桌子的主意呢 3月11号 新城派出所接到王先生的报警 说他在长青美帝小区的两张桌子 被人分两次偷走 经过了解 王先生在3月4号的时候 他是从事太阳能销售工作 然后买了一张桌子 在小区从事宣传 在他离开到楼上去 推销产品的时候 桌子被盗了 当时王先生感觉 盗窃数额比较小 所以他就没有报警 于是又买了一张桌子 在小区从事宣传活动 他再一次到楼上 推销产品的时候 回来发现自己的桌子又被盗了 于是他选择了报警 那么我们民警到达现场之后 发现在中心现场没有监控录像 那么我们就扩大了搜索范围 在小区周边 调取了小区周边的 接近20多个小时的监控录像 通过调取监控 发现了一名驾驶机动三轮车的男子 有很大的作案嫌疑 这时候现人就出现了 通过监控看 应该是一名男子 这后边还拉着一个人 后来当中过像不晚留意的情况 这应该是一个女子 然后窗上拉着一个白色的 一个小柜子 这张桌子 后来现在后来他受害人经过辨认 就是他被盗的那一张 于是民警就在小区周边 进行蹲检守候 在3月12号的时候 成功地将嫌疑男子 吴某和他妻子抓获 把嫌疑人传犯到派出所 进行询问 两个人就是承认 发现有的两张桌子 历史起义把两张桌子偷走了 第一时间带领受害人和嫌疑人 到达了吴某存放桌子的出租房里面 发现了两张桌子 正是受害人被盗了两张桌子 这一张桌子 这是坐着吗 我给你 这是坐着吗 我给你 你都喝酒啊 你都喝酒吧 这一张桌子 这一张桌子 你吃的 这 mercy 也烫 还什么 四个乱的吧 我吃的 我吃的 我吃的乱的吧 两个乱的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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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乱农 我吃的乱了 老老爷 在我乱的乱 据查犯罪嫌疑人吴某山东何德仁 和妻子长期在长青打工 由于家里的家具不够用 于是心生贪念把桌子偷走 近期以来我们关注民生小案 我们也本着小案不小半的原则 最终将这些案件顺利破获